白冷菌替青涉台地带来的用水的处理形态 我把它用一句话来形容 叫做水资源的多元利用方案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水只有一个用途 集集拦河沿的水 从集集把它拦下来以后 专管送到六清 六清用完到海里面 我们的水从左水溪中游集集南河沿 一下子到河口用完就丢 这是全天下最笨的用水方法 但是新涉台地却让大家看到 水资源的多元利用方案是什么 新涉台地的水 从白冷菌引进来以后 在新涉台地上面流 新涉台地透过灌溉系统把水吃到地层里面 很巧新涉台地的地形因为受到车隆土断层的影响 往西侧借斜 所以新涉台地所有的水透过新涉台地老天爷做的标准过滤系统 你灌溉好了以后你什么水到新涉台地 土石头砂子 土石头砂子一层一层过滤 滤到最后底部是第三季的 沙叶人护城不透水 所以水就进去以后 就像一个地下的包容水的一个像 我们也可以讲叫地下水库也好 然后他从新涉台地最重要的一条溪流 我们的石水科西流出去到大甲西 他石水科西刚好在石康坝的下面 除了保留了大甲西的生态以外 最重要他出去的水是干净的原水 假如台中市跟自来水公司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好的水的设计 水在新涉台地被多重使用以后 下来以后再过来 变成台中市的自来水 或者是把它自来水做备用水源也好 或者是直接用了以后 假如有剩下就顺着石缸峰原 绕到台中盆地的最北端 我们现在的峰原跟石缸 把水往台中跟大渡烏日放 因为台中盆地这样的斜往南 由北往南倾斜 水放下去 让台中市的水 所有的水泉都是干净的 恢复台中市的自然的样貌 目前大坑新设重要道路 东山路拓宽20米 民国105年即将完工 东市生活圈快速道路正在施工 未来从石缸衔接新设20米道路 必将开辟 大坑新设之间的高空缆车 正积极规划中 不过社区内的交通问题 车辆 游客的总量管制 环境值保护土地的利用 白缆军水源运用 以及传统农业转型等问题 正考验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